热伤风有啥症状,病情较轻的话,会出现低热、头痛、全身不适等症状。 病情较重的会出现高预热,出汗后热忍不退,病犯有头痛、身体酸烂、倦怠、口感但不想喝水、笑边吃黄、舌太黄米的症状。 有些患者还会呕吐或腹泻。 热伤风与普通感冒有啥不同?热伤风的症状和其他季节的感冒也不太一样。 秋冬感冒主要以呼吸系统的症状为多,比如咳嗽、流鼻涕、打喷嚏、咳嗽有痰等。 而在夏季感冒,因为气温高、湿度大,所以以消化系统症状为主,比如恶心、不爱吃饭、肚子疼、头疼等。 那些情况可引起热伤风,一、平凡地进出空调房。 夏季,人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,一、室内温度过低,室外活动出汗后,等汗水干透,就钻入空调室,造成含血均入。 二、汤量,汤吃冰凉饮料和食品等。 三、运动少,因天气炎热,很多人不太喜欢外出运动,依照成身体免疫功能下降,得了热伤风怎么办? 一、多休息,每天要保证八小时以上的充足睡眠时间。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,最好请假在家休息一到两天,这样可以减少将疾病传染给他人的机会。 二、及时补充睡分。 每日保证喝充足的水,睡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好处。 三、补充适量维生素C。 适当补充维生素C对于感冒有很好的疗效,含有维生素C的食品有很多,比如橙子、橘子、柚子、米猴桃等。 这些水果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,对感冒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。 四、饮食均衡。 少吸烂,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。 夏天虽然食欲不振,但每天必须吃一些瘦肉、鱼类、蛋类、豆制品。 鲸鲸酥菜及水果,补充能量的消耗。 如果食欲不振,可在菜中添加葱酸食材。 在糖中添加一些醋,既容易入口,又有助消毒杀菌。 五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夏天尽管天热,不可有冷水洗澡、冲头,也不要露出屋外。 或者一天到晚待在空调房里,尤其是老人和小孩。 由于身体适应性差,由冷到热,或由热到冷的环境,要有一个缓冲时间,才不易得病。 这些美食让你远离热伤风。 清除去吃茶,先扁豆花,先荷叶,先玫瑰花个20克,先将荷叶叶成细丝。 扁豆花,玫瑰花置入容器内,加水500毫升,煎成浓汁,加适量冰糖,淡茶饮用。 三花糖,白菊花15克,金银花20克,白扁豆花15克,三外放糖测容器内,加水煎烫大茶饮汁。 竹叶苹果五,把鲜竹叶导碎出汁。 再加几朵菊花和几片苹果,一起煮水能清热聚火。 荷叶白米粥,荷叶许干净后切成碎末,放在笔里,一起做成荷叶粥,健脾味助消化。 夏季年约,莫要贪量生病哦,来源新华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